死住回去 上次說到 我們被一大群不知什麼的爬行生物不斷追 後來那個聲語國的大師兄周杏 就叫我們一起跳到橋下面 講到有期 那座橋我們看上去就很高 但原來跳下去很快就到地上了 我們幾個什麼事都沒有 接著我們聽到上面 時時煞煞的聲響 那些好怪的爬行生物 那些爬陽了一陣就走了 到他們走了之後 我才鬆一口氣 這個時候那個周杏 向我們揚揚手 叫我們跟他過去 那我問 剛才是怎麼回事 他們居然看不到我們 對了 我在上面跳下來 那麼高 什麼事都沒有 接著周杏說 我也不知道什麼回事 當時我被那些人追 迫於無奈走到橋上面 原來那條橋是斷的 我從上面掉下來 我也以為我死硬了 但誰知道我沒事 接著那些古怪的東西 就好像完全看不到我那樣 我在這裡走來走去 他們都當我沒到 我聽到你們的聲音了 就過來看看 對了 那那些這麼怪的生物 究竟是什麼來的 我師父跟我說過 這種叫色蟲 很恐怖的 一看到肉 就會吃得乾乾淨淨 就連同伴都不會放過 老陸就被他吃了 他所說的老陸 應該就是那個光偷的男人 而說的那個男人 我就醒來跟他一起的那個男三女人 於是我開聲 對了 我們過來的時候 看到跟你一起的那個女人的屍體 被人掛在樹上 頭不見了 你知不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你說什麼 龍善死了 看來這個周恆 跟龍善的關係真的很好 他聽到這個消息 雙眼大大一大 一下戳著我就說了 他為什麼會死的 他為什麼會死的 告訴我 告訴我 不是吧 你和他一起的 你也不知道他死了嗎 我不知道 我以為他沒事的 他沒有跟我們在一起 我們上山的時候 他說他不去 要下山 我們要看著他下山 他怎麼會死的 我看他的樣子非常激動 又不像在說謊 這時候默然就說了 好了 現在我們不要說龍善的事了 還想一下 怎麼在這裏出去 先 我擔高頭看一看上面 心裡變得有點迷惘 我們究竟要走哪一邊才好呢 回頭一定不行 那些色蟲還在上面 唯今之計 就只有向前走 我說了出來之後 我突然說了 但是這座橋有些古怪 如果我們要走過去的話 有些地方是真的 有些地方是假的 要過去的話 一定要小心點 於是我們 就一個個爬上橋的那裏 準備過橋了 一眼看過去 橋的那邊 完全看不清楚路 都不知道他通去哪裏 這個時候 我自告奮要走第一個 原因就很簡單 我不想默然去冒險 而至於周恆的話 他走前面 萬一他走過了橋 一壓反面切斷了橋的繩 那我就全部都掉下去了 默然見我主動說要開路 然後就在袋裡頭 拿一條長繩出來 綁在我的腰間 而另一邊 就掛在橋上 做安全繩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 我開始走上橋了 雙腳一踩上橋的木板 我覺得整座橋 開始滾滾滾滾的 我伸手抓緊橋的繩 然後一步一步向前走 橋上的木板 感覺很脆 似乎我一踩下去 木板就會斷 所以我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幾分鐘 我才走了五六步 我想轉頭看一看默然他們 黑港樂入奇 在我身邊突然之間 出現了一團龍武 我望向後面的時候 就見不到默然他們在哪 我一心驚 大聲地叫了幾聲 默然!默然! 沒有人回答我 怎麼會這樣呢? 就在這個時候 在前面突然之間 多了眼燈 我看清楚一點 原來是個白爺婆 拿著燈籠慢慢走過來 我再看一看腳底 由於霧太大 就連我腳下的木板 我都見不到 那個白爺婆 慢慢走到我面前 過了一陣 才擔高頭看著我 我看見她雙眼 混濁不堪 臉上邊就報滿周文 突然之間 他嘻嘻地笑了一聲就說了 嘿嘿嘿 是669個人 說完之後 他把手上的燈籠帶給我 然後 又繼續慢慢地向前走 走兩步之後 他一下子又轉眼看著我 說 靚仔 你不要想著有命回去 你應該想想 怎樣死回去 什麼?你說什麼? 什麼不要有命回去 要死回去 這個白爺婆說話 古靈不精怪 我開了眼睛一望過去 但我根本看不出 這個白爺婆是人還是鬼 他身上 沒有任何的死器 然後 我拿起白爺婆給我那個燈籠 說到有期 一拿起燈籠 前面所有舞都不見了 我再看一看腳底 原來我已經過了橋了 怎麼會這樣啊 剛才我明明 是見不到橋的另一邊在哪裡 很遠的 但我一共才走了五六步 怎麼會就過了橋呢 就是這個時候 身後邊有人出來拍一拍我肩膀 我拎著打一看 一個滿面雙巴 穿著黑色衣服的男人勵實我 躁聲躁氣地說一句 還不快要做事 是不是想打 喂喂 什麼做事啊 你是什麼人啊 做扮東西了 沒有啊 他一邊罵 一邊舉起手上的邊 對著我肩膀 我沒想到他說打打 所以根本就沒有意識避開 這一邊呢 打得我很痛 我剛剛想反擊 身邊突然衝了另一個瘦猛猛的男人出來 對著那個拿著邊的男人拱手笑笑笑說 嘿嘿嘿 這位大爺 他是新來的 嘿呀 小孩子不認識世界 你不要跟他一般見識啦 說完之後 這個瘦猛猛的男人呢 在袋裡頭 摁了一枚很古怪的銀仔 然後遞給那個拿著邊的男人 拿著邊那個男人呢 一聲就說了 哼 周老闆 你先估好你自己 自身難保 還想保隱 在這裏 做好人沒有好結果 說完之後 這個拿著邊的男人呢 一下子把銀仔 塞進自己的袋裡頭 反過來就走了 然後那個瘦猛猛的男人呢 就拔著我 帶我走另一條路 我跟著他走了一會兒 就覺得有點怪了 我好像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一樣 這裡呢 不見之前的橋 山洞 周圍的環境呢 就有點像電視裡面 看到的礦山一樣 然後 我才發現 我身上的衣服 不知道什麼時候 已經變成了 古時候那些囚犯所穿的衣服 帶我過來的男人呢 身上穿的服飾跟我是一樣的 即是說都是囚犯 我馬上抓著這個男人就問了 大哥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啊 我怎麼會無緣無故換衣服呢 這裡是哪裡來的 那個男人就說了 你是不是為了活人心來的 你怎麼知道的 我當然知道了 告訴你 我是九州派的弟子 以前都是跟你一樣 為了找活人心才來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呢 不是啊 之前猴子跟我說 說以前那些門派派去找活人心的人 幾乎全部死了 只有三個人回來 但都是生屈如死的了 這怎麼會無緣無故多了一個 生丟丟的九州派的人呢 我開聲問 找活人心的人 不是全部死了嗎 你以為了 我們沒有死 不過被人困住了在這裡 我二十二歲過來找活人心 在這裡困了二十年 我們一共有五個門派 來了二十五人 有三個走了回去 現在還有命的 剩下我和老狗 其他人死了 如果不是看到你腰間 有一把圖木劍 是自己有 我才免得理你 還搞到我沒有了個靈幣 不是啊 喂 你們被人找了這裡這麼多年 沒想過回去嗎 嘩 離譜說法 怎麼沒想過回去 我們是這麼想過的 有三個人走了回去 你們都知道 那三個人發生了什麼事 與其說他們回到去 不如說他們死了回去 我馬上又醒來那個白爺婆說的那番話 不要想著有命回去 而是應該嘗試死住回去 於是我馬上問了 什麼叫死住回去 他們的靈魂留在這裡 但肉身就離開了 那一個人沒有了靈魂 是不是跟死無分別呢 他們是不是死住回去 原來死住回去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我又再問了 那麼 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你們 是不是都是從那座橋那裡走過來的 嘩 那座呢 不是橋 是一線門 叫做生死門 當你上橋的那一瞬間 你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 不是啊 我有同伴跟我一起來的 他們就在外面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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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你還是擔心你自己好過了 說不然你的同伴 進了這個生死門 扮演著不同的角色都未頂啊 什麼啊 什麼扮演角色啊 行了 你知道這麼多做什麼 總之你記住一點 進來呢 就要拼命做事 如果不做事的話呢 十天之內你就會死的了 說完之後 這個周老闆就沒有再理我 直接走到一間盲屋裡頭了 那我跟著他進去吧 一進去 我見到另一個男人呢 坐在正中 見到我進來 就黑口黑臉地說了 不過 為什麼帶了一個人回來呢 哎 離得這裡當然是命苦的啦 帶他回來就帶他回來 而且 他是學道術的 那這個應該就是周老闆之前說過的那個老狗了 只不過他呢 看著我的表情就不是那麼好 一面嫌棄的樣子 然後周老闆就說了 在這裡 插一支香先 為什麼要插一支香啊 哎 難道我害你嗎 這裡每個人都要插一支香的 在這片礦山裡頭的囚犯 有668人 加上你就669個 如果你不插一支雲香在這裡呢 他們就會把你當成死人來處理 插不插就自己想吧 那我究竟有沒有聽他們說插了這支雲香呢 這裡究竟有什麼地方來的呢 我們下集再說 揭丹秘藏 第452集 點白納 上次說到 我跟著周老闆 去到他們所住的地方 他就叫我呢 在門口那裡 點一支雲香 我半信半疑地問他 為什麼要在這裡點呢 周老闆就說 如果我不點的話 到時我會被人當作死人處理 我不點就隨便我吧 我看著周老闆 和那個老狗 在袋裡掃那支香出來 點著之後就插了上去 我想了一會 決定就是跟著周老闆去做 說不定這個地方古靈精怪 謹慎一點也是好的 但是我沒有拿一支新香的 而是蹲下 整醒了周老闆那支香 然後用打火機自己點著 插在長角那裡 那個老狗見到我這樣做 就火了 走過來想打我 周老闆就攔住了他 他看了我一會兒就笑著說 嘿嘿嘿 好 好 警惕點是好事 我自己點過一支就行了 現在外面來的人 就只有我們三個了 一定要團結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就被人欺負了 他老狗好像還很不滿意 看著我哭了兩聲 然後回去睡 現在我擔心的就默然他們 我來到了這個不知道什麼地方 默然他們就直接不知去了哪裡 相對於自己來說 我更加擔心的就是他們的安全 這個時候我問過周老闆 周老闆 你之前說的那些角色是什麼意思 跟我說一下 角色呢 就是當我們進了生死門之後 就會隨機變成一種人 而且如果你變成那個人的身份越低賤 那你就還可以保留著一些身份記憶 如果你變成那個人 是那些貴族諸如此類的 那你就不好意思了 所有記憶都會磨滅 也就是說 你的朋友 可能進來之後 就變成另一種身份 只要他們的記憶還在不在呢 那就不知道了 看看他們好像我們一樣 變成囚犯 還是變成貴族 那那個活人心 是不是真的在這裡 那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沒見過 到現在 還望有什麼活人心 走得出去就好了 我二十三歲來到這裡 二十年沒回過家 都不知道我家裡頭 老爸老母怎麼樣 他一路說 一路就有點傷感 我輕輕拍拍的肩膀 以示安慰 就這個時候 周老闆好像聽到外面 不知道有什麼聲音 馬上用耳朵跳在地上 聽了一會兒 就跟我說 好了 不要說了 快點睡吧 說完 周老闆整個躺在地上 腳腳腳腳地開始打鼻寒 我心想要不要這麼快 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見到他這麼心急 我也都像他一樣 躺在地上 剛剛想眉上眼 就看到很多穿著黑色衣服 都走進來 這些人一轉身 我就走一走眉 因為這些人 是沒有身體的 應該說 他們的身體 好像透明人一樣 我只看到他們的雙眼 是紅色的 他在最前面那個 就是之前給了燈籠我的哥老太婆 他一路走一路 一路就笑 然後我聽到他說 去看看 我忍不住回頭 勺一勺周老伯和老狗 他兩個人都睡得好 不要想 我亦都假裝睡覺 但是雙眼就抹開一條縫 因為我想看看這個白衣服的 想怎樣 就是這個時候 有幾個黑衣男人已經走過來 先走到周老伯前面 倒下頭 那雙紅色的眼 就一路看著周老伯 望了一陣 他們走到老狗前面 做了同樣的動作 然後到我 這個時候 我馬上閉上眼 然後我感覺到 一雙冰冷的手 蓋在我的面上 過了一陣 那隻手先收回去 其中一個黑衣人就說了 阿婆 死了 好 那就去下一個茅屋看看 之後這些黑衣人就走出去 全部都死了 究竟有什麼意思 我們明明生吵吵吵的 就我這個時候 外面傳了一聲慘叫 我剛剛想抬起頭看 但是一個人 立刻就拋住了我 是周老伯 他跟我說了 好了 不要看 閉上眼睡 不關你的事 我這樣走進去 繼續趴在地上睡 外面那慘叫 一聲接著一聲 好草淒厲的 究竟我什麼時候睡著呢 我就不知道了 到我醒了的時候 是周老伯嘔醒我的 周老伯就說了 好了 不要睡了 睡夠了 去做事吧 你既然跟著我們 那就要好好的做事 不做事的話 我們全部都要死的 我拍了一聲好 然後周老伯走出去 一出去 我就看到一個觸目驚心的景象 在礦山那裡 有六個人被人掛起來 他們的人皮 內臟 全部都被人拿出來 肚被掏空 還放了一支蠟燭在裡面 蠟燭在不停燒著 周老伯嘔細細說 昨晚救了你 如果你昨晚去偷看的話 你也是這樣的下場 不是呀 他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這叫點百立 晚上如果不睡覺 他們就說 你們是活人 昨晚那些東西 叫做怨幽靈 那個白夜婆 是管這些怨幽靈的 這裡的風俗就是 晚上一定要睡覺 不睡覺的話 就好像這些人一樣 被人鑑生剝皮 和挖了內臟出來的 不是吧 這樣也可以 難怪他們走的時候 就說我們是死人 原來這樣一回事 真是好在多得周老伯 如果不是的話 我分分鐘成為他們其中一個 我跟著周老伯 一路進到礦場 一進去之後 一個光頭大漢 慢吞吞地走過來 然後怕怕周老伯就說 還有 今天這個場地應該輪到你們 你們來了 那做完這裡 再吃飯 周老伯就說 你爺 你也知道 我們只有幾個人 怎麼做完整個區的礦場 你要把這個礦場交給我們去做 我們累死都可以 累死你又怎樣 累死你又不行 你不得了 一說完 你這個光頭老 一伸手 將周老伯整個躲在地上 老狗都看不過眼 一下扶起周老伯就說 成你的 你不要以為 你留在這裡比較久的時間 認識一些人 就可以為所欲為 之前我們引你 是廢事惹事 你不要三分顏色上大紅 迫到我們沒有路走 大家最多一幕熟 那你可以怎樣 那光頭老呢 大踏步地走到老狗身邊 一巴 打到老狗的面上 你大哥都不敢說話 你跟我作對 好 那我們就死過了 老狗剛剛想衝過去 周老伯就整個彈起 一下拖著老狗就說 好啦 你是不是想死呀 想我們陪你一起死呀 說完之後 周老伯居然跪下了 這下真的出乎我意料 那個光頭老呢 原本已經打算打一場了 看到周老伯居然跪下 他吐得口水到地上就說 屁 看看你們啊 賤骨頭賤隔傷 不然 不然 他離開了 他離開了之後 我馬上扶起周老伯 然後就問他 喂 什麼人來的 要不要這麼害怕他 哼 你以為我們是害怕他 八哥是擔心我們 如果我們跟他打 那下場就唯有一個死字 這個人叫李秀 留在這裡的時間比我們 所以 認識一些人 我們不敢得罪他 怕的不是他 是怕他背後的人 八哥 說真的 不如我們走吧 這裡這麼多礦石 要挖到什麼時候 真的累死我們嗎 我聽到老狗說的酒字 忍不住控制過去 我看到老伯的樣子很凝重 心想他一定知道什麼 老伯兩眼一燈 立刻就按住老狗口說 好了 你想死嗎 在這個地方怎麼走 我一分鐘都不想再流下去了 那馬上穿著周老伯的衣服就說 不是啊 為什麼不可以走啊 你想想 你都留在這裡二十年了 與其他在這裡等死 不如搏一搏吧 而且我的朋友應該走在外面 如果你出去的話 他們可以接應我們 接著那個老狗也說了 八哥 你不走的話 我自己走了 我來這裡的時候 我娘五十三歲了 過了二十年 他都七十三了 如果他還在這裡的話 我想他生前進校 我大哥他是不相信 如果沒有我的話 我娘走了 可能也沒有人跟他收屍 說到這裡 我看見老狗 眼濕濕的 好像想哭 老伯想了一會 最終嘆一嘆氣就說 如果你真的找得到出口 我就和你一起走 就算沒有了一條命 十八年之後 又是一條好漢 聽到他這樣說 我最近總算定一點 不知為什麼 我總覺得這個老伯 是知道一些東西的 老狗就說了 八哥你放心啊 那條路是生仔和孔仔發現的 當初他們是從那條路走的 說不就是 沒人深入那條路上 然後周老伯就說 大家怎麼樣 我們三個人 是沒辦法的 要找人送死才能走出去的 當初生仔他們 二十幾個人走 只有三個人走到 不是呀八哥 那你想找誰送死呀 哼 還有誰 就是那個李秀 總之我有計劃 你們聽我的安排吧 就是這樣 我們滑礦滑了一天 到了晚上 回到茅屋裡睡 而這個時候 周老伯和老狗 都還沒睡 手上拿著滑礦的坐頭 我現在可以說是心無牆脈 唯一可以依併的 就是我那個 裝著金蠶蛊的鼓盒 這個是我最後的殺手間 我不想拿出來住 因為匹夫無罪 壞不其罪 拿出來的話 被人見到 分分鐘想害死我 然後據為己有 這個時候周老伯就跟我們說 好了 是時候了 我們走 不是呀 那個老妖婆過來查房的話 我們不會被她撞到井 我們有五分鐘的時間 那個白夜婆呢 一間一間屋這樣查 一時三刻查不到我們這裡的 聽到這裡呢 我就有點思疑了 我覺得周老伯 一定是已經策劃過 怎麼逃走 如果不是的話 他怎麼會對時間掌握得這麼準 既然他是有計劃逃走 為什麼當初老狗說要走的時候 老伯還好像左右為難一樣 即是當時他裝作 但他為什麼要裝作 究竟周老伯的計劃是怎樣呢 我們又怎樣要那個李秀送死 然後掩護我們走出去呢 這個地方究竟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我們下集再說 揭丹被撞第453集 修屍骨 上次說到 在老狗和我的慫恿之下 老伯終於同意逃走了 他叫我們聽他的指揮 到了晚上 我們幾個沒有睡覺 他要我們拿著今天早上 挖礦的那些草頭 跟著他走出去 我一開始還不知道老伯想怎樣 然後老伯呢 就帶我們去到另外一間茅屋那裡 叫我們進去 找今天早上欺負我們的那個李秀 我馬上就明白了 之前老伯說一定要找人送命 這樣我們才能走得到 原來他想殺了這個李秀 就在我們找到那個李秀 周老伯抬起床頭 打算一下床下去的時候 我就聽到外面 老太婆的聲音就響起了 去看看 聽到這個老太婆的聲音 躺在地下的那個李秀 拍一聲就抹大眼 見到周老伯舉高床頭 打算一下床到自己裡 他一手指著周老伯 就想放聲叫了 周老伯的反應快 他的腳一押 押住李秀的手 然後一手 按住李秀的口和鼻 然後說了 君子報仇 十年未晚 得罪了我周老伯 你就是嚴什麼場 說完 周老伯一床頭 撞在李秀的頭上 由於事先他已經用布包好了床頭 所以這一下下去 聲音並不是太大 但已經撞爆了李秀的頭 真是想不到 平時看到周老伯 整個人淋淋著著的 原來狠起上來 是金空神惡殺的 接著周老伯就說 老狗 小燕 快點 殺兩個人 我聽到他這樣說 整個嘔吐了 為何要殺人 周老伯見到我遲疑的表情 他罵了我一句 然後拿去床頭 對著旁邊一個男人的頭 砰 又摘下去 馬上撞爆那個男人的頭 老狗也按照周老伯的動作 打死了另一個男人 周老伯就說了 你想做大事 就要心狠手辣 你不殺他們的話 他們就會來殺我們了 快點 將屍體 背上自己的背 這個時候的我 已經到周老伯提防多幾分 無論怎樣也好 這些說殺人就殺人 說反面就反面的人 絕對不信得過 不過 在這個緊要關頭 還是先聽他的安排 於是我學著他和老狗 把其中一具屍體 背上自己的背部 然後 又跟著他向著屋的後面 跑過去 剛剛走幾步 我轉頭一看 見到那個白爺婆 已經走進了李秀的那間房子 進了一會兒之後 那個白爺婆走了出來 周老伯也見到那個白爺婆 她跟我說 好了不要看 想留著命的 快點走 我跟著他一路走 走回到我們之前睡的那間房子 周老伯叫我們把屍體 放到我們原本睡的地方 這時候我才明白周老伯的目的 他是想用金蟬脫學之計 讓這三個人代表了我們 老狗也不傻 馬上把屍體放好 然後問我 好 八哥 這樣行不行嗎 不行也行 除了這個辦法之外 我想到其他辦法 這個辦法不騙他們很久 但只要騙到幾個小時 那就夠了 我們只要出去 他們就算知道了 也找不到我們 好 八哥 我相信你 周老伯笑著 啪啪老狗的肩膀說 你放心 八哥一定會帶你出去 放好屍體之後 周老伯叫我們快點走 我跟著實一實 我們穿過一條河流 穿過了幾個礦場 走二十幾三十分鐘 都還沒停下 又走多了一陣 老狗就停下了 本來可以前面一個草叢 我看到草叢裡面 有一個狗洞 老伯向我快點捐進去 但我這個時候 已經提防著周老伯 我心想如果我走前 你在我後面搞什麼 那會不會很容易出事 於是我扭扭靈靈 周老伯見到這個情況 也不迫我 他先爬進去 然後我和老狗 這個洞很長 而且爬進去之後 我覺得越爬 那個洞就越窄 爬了足足三分鐘 那個洞才變大 慢慢慢慢 我們還可以站起來 但到了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全身都很冷 忍不住打了個冷針 周老伯在袋裡頭 摁了電筒出來 我開著電筒一看 這個洞裡頭 放著很多屍骨 他們身上穿的衣服 跟我們現在穿的衣服 是一模一樣的 胸口都有囚犯的囚字 老狗就說了 八哥 他們是和我們一齊進來的那幫人 周老伯看了一會 按一按頭就說 沒錯 的確是和我們進來的那幫人 八哥 不如帶他們的屍體回去 哼 你傻的 我們只有三個人 怎麼帶這麼多屍骨回去 帶著馬 我們一定走不了 不要做好人了 走 但我見到老狗 並沒有答應到老伯 而是走到屍骨旁邊 蹲下身 把地下的屍骨 快速地撿起來 裝滿自己身後的袋 裝滿之後 老狗就躲在地下 但那些還沒擠進袋裡的屍骨 扣了幾個頭 然後就說了 我只可以帶這麼多了 請各位包涵 如果我有天天有機會回來 一定會帶你們出去 我看到老狗這樣的情況 心裡有點感動 於是我脫下衣服 然後幫他 把剩下的屍骨包起來 揹上背 老狗走一走就問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 人死了之後 樂業歸根 如果我死了 我都會想有人像你這樣 幫我收骨 如果你死了的話 我都會幫你收屍 好吧 你兩個不要再這麼立落了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幫你兩個收屍了 周老百勒催我們兩個起行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雖然老狗一見到我就惡聲惡氣 但他的人呢 比周老百勒更加好 我們跟著就繼續走 越走得久 遇到屍骨就越來越多 而且都是穿著囚犯的衣服 我專門問老狗 問這些人 是不是老狗那批進來的人 老狗就說不是 然後我又問了 對了 那跟你們一起的那幫人 他們逃走 為什麼你們不走 當時八個攔住我的 如果不是八個攔住我的 我就跟他們一樣 死了這裡 那他為什麼攔住你 難道他早就知道 這裡有危險 所以才攔你 而且他為什麼不攔住其他人 哼 攔不住 八個跟我說過 說不能夠入這個山洞 那些人就是不聽 是要入 八個怎麼攔得住他們 我就不太相信老狗說這番話了 我覺得那周老百 一定是隱藏了些什麼 只不過他沒有說的意思 重一點 他明明知道這個洞是這麼危險的 為什麼還要帶我們走一次 難道真的沒有路走 這次是盡地一鋪 哎呀 這個是大霧來的 就在我在想事情的時候 我就聽到老狗大叫一聲 我立刻衝上去看 在我前面 有一幅很大的棺材 不客氣地說 整部卡車一樣這麼大 在棺材旁邊 還有著很多石頭人 我就掩尋了一句 嘩 鬼整啊 那幅棺材這麼大 什麼人在裡面 那邊周老百呢 認真地看了那幅棺材 然後 然後 又拿那個床頭 輕輕地敲著棺材蓋 那床頭一撐下去 就發出了 噗噗噗噗 很悶的聲音 這個時候我就聽到老狗叫了 喂 過來看看 有塊碑 真的有塊石碑在老狗面前 但是石碑上面的字 我就不懂得 我問他 上面的字 你認不認識 我認識 這個墓 是楚國的 是楚國的貴族墓 叫做長生墓 因為那些貴族 個個個想長生不死 所以就改個這樣的名字 哼 這個不是一個墓這麼簡單 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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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周老伯這麼說 我覺得有點奇怪 按道理說 周老伯這個人 應該是不想節外生枝的 這副這樣的棺材這麼乖 我們逃走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不理他 他連同伴的屍骨都不肯收 為什麼會用這麼多的時間 要我們去開館呢 這個時候周老伯又說了 小燕 老狗 過來吧 他叫我和老狗去抬棺材 我心想 不是吧 這副這麼大的棺材至少幾百斤 我和老狗怎麼開呀 哼 放心 這副棺材都這麼久了 棺材蓋的木一早就腐爛了 去拖吧 於是我和老狗爬上去 的確像周老伯說的那樣 這副棺材的棺材蓋的木 已經腐爛了很多 我們沒有出太大的力 就已經反轉了棺材蓋 一打開 一種很弓鼻的味道 就從棺材裡面散出來 我立刻掩著鼻子 躺下頭看一看 棺材裡面有一具屍體 屍體下面 全都是白色的粉末 於是我說了 開錯了 沒什麼奇怪的東西 周老伯叫我和老狗快點下來 然後他爬上去 認真地看完一輪之後 皺了眉頭 臉色都越來越凝重 接著我聽他說 這個毛主 真是想長生不死 找那麼多人和他一起陪葬 聽到老伯這樣說我很好奇 難道我剛才眼花 看不到 於是我再爬上去看一看 不是啊 棺材裡面 真是只有一具屍體 那我問 不是啊 只有一具屍體 哪有人陪葬啊 哼 這些白色的粉末 全部都是人的屍骨 而且是小孩的 你說了 這麼多 要用多少小孩的屍骨 才能弄成呢 我搞清楚你 這個就是傳說當中的粉絲增壽 什麼粉絲增壽 所謂的粉絲增壽 就是古代楚國一些達官貴人 想要長生不死的方法 因為小孩的年紀小 壽命長 他們認為燒了小孩的屍體 然後他們的壽命 就會轉移到自己身上 自己就可以獲得永生了 這種方法 並不多見 因為要用很多錢的 所以就算在楚國 都是只有一些有錢有勢的達官貴人 才可以這樣做 說完之後 我又見到老伯 忽低身 好像拿去什麼 他動作很快 一下子就收了一件事 我向老狗說 喂 你見不見到老伯拿了什麼 見不到啊 有嗎 我當然就不會直接問周老伯拿到什麼 他收好之後 就在棺材上跳下來 催我們快點走 究竟我們幾個可不可以走出去呢 周老伯在棺材裏面 又拿了什麼出來呢 我們下集再說 極丹秘藏 第454集 袁武鎮百官 上次說到 我們在山洞裡 見到一幅很大的棺材 打開棺材之後一看 裡面只有一副絲骨 但是周老伯就跟我說 絲骨下面那些白灰 全部都是小孩子的骨灰 這是古代楚國的一種 所謂墳骨增壽的方法 在我們下去的時候 我又收到周老伯在棺材裏面 拿走了一樣不知什麼 然後我們離開了 繼續在山洞裡走 走了一會兒 我就明顯感覺到 在我身後多些什麼出來 但我轉身看過 又沒有東西 老狗後面叫我快點走 走了大概五分鐘左右 我又聽到流水的聲音 聽到水聲 周老伯叫我們停下 然後他的耳朵貼緊封牆 就這樣聽 我學著他的動作 也把耳朵貼在牆邊聽 我聽到一聲聲 滴答滴答滴答 這樣的水滴聲 這個時候 周老伯突然就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天無絕人之路 天無絕人之路啊 八哥 八哥 你的意思是否就是我們能夠出去 沒錯 我們可以出去 聽到周老伯這樣說 按道理我應該很開心 但這個時候的我 就開心不起來 因為我覺得有點古怪 我們進到山洞之後 隨便走過幾個小時 一路上都沒有什麼危險 除了那副大棺材之外 其他什麼都沒有 如果真的這麼平安的話 那些和老狗一起進來的道士又怎麼會死呢 想到這裡 我不敢深呼吸了一口氣 慢慢走開了兩步 但老狗就不知多興奮 他大聲說 哎呀 那還等什麼啊 快點走吧八哥 好我們快點走 然後越走 那些水聲就越大 那幾分鐘 不知道老狗看到什麼 他大聲叫 八哥過來啊 我還以為有什麼特別的事 腳步也加快了很多 走到老狗身邊 我前面一看 只見前面有個水池 大概和游泳池差不多大 水就好落 時不時在下面還要蹦蹦蹦蹦的 沒有很多水泡 看到這個池 我就覺得有點不安樂 怎麼會有這樣的水池在這裡呢 周老伯就說 好 我們現在下水呢 只要穿過這個水池 我們一定可以出去 一聽到可以出去 老狗不知多興奮 什麼都不說 就準備跳下去了 我立刻拔著他 心想 這個老狗 幾十歲人 這麼老實都有 這個池有沒有危險都不知道 就這樣跳下去 我心想 如果這個周老伯 想害死老狗的話 實在太容易了 我說了 不用這麼心急啊 搞清楚這個池是什麼 先啊 搞清楚再下去嘛 怎麼知道周老伯就很嫌棄地看了我眼就說 嘩 還搞清楚什麼情況啊 現在就只有這條路而已 除了跳下這個池 我們還要去哪裡呢 那 那我們三個一起下去吧 聽到我這個提議 周老伯就禮食我 過了一陣 再說一句 好 他說完之後 馬上跳下水 我拍拍老狗 試老狗都跳下去 我就最後一個下水 一跳下去 我就覺得整個人呢 兩針針的 接著我就潛下水底了 潛了二十多秒左右 在前面有一個很大的龜殼 龜殼上面呢 有很多很奇怪的花紋 現在龜殼左右兩邊 就兩個人雙眼緊閉 然後雙手呢 被這條大鐵鏈鎖到緊緊緊 而胸口那裡呢 還插著一把劍 看他們兩個服飾 至少是唐朝的 然後我再看真點 在這兩銀眼下面 有一副青銅棺材 在青銅棺材之上 有一條黑色的大網蛇 一路纏繞著 第一眼看上去 還以為這條大網蛇是生的 再看真點 才發現那條網蛇 動都不動 周老伯見到這條這樣的大網蛇 即是游回頭 對我和老狗呢 不停地轉頭 我只以為周老伯閉不住氣 想上來呼吸新鮮空氣 但看他的樣子 神色非常之凝重 我十一寒 立刻轉頭 和他一起游上岸 一上岸 我不停地大氣 然後就看著周老伯等他說 周老伯就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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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武鎮百官 袁武鎮百官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我終於找到了 這個時候周老伯 興奮得走來走去 好像傻佬一樣 嘴裏面 不停地說著 袁武鎮百官 老狗就猛盛盛盛看著周老伯問 八哥 你說什麼 沒事吧 周老伯就沒有理到老狗 他走了一陣 才平靜下來 看著我們說 下面就是活人心了 你說真的 我們找到活人心了 沒錯 下面那副青桃棺材 就是活人心 我聽過之後 原本興奮的心情 立刻就好像被淋了一盆冷水 下面雖然有活人心 但也有兩個唐朝的人死了在這裏 看著他們的樣子 都像是道士 說明他們兩個 都是為了活人心而來的 但又死了 即是說 附近一定有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在守護著他 活人心雖然是好東西 但有什麼好東西比自己的命 想到這裏 我立刻說 算了吧 我們再找路走好不好 我們一定要拿到活人心 吃了他的話 我們的道術會厲害很多 甚至乎可以增加壽命 看破天道 這個時候老狗都說了 原來我八哥 我覺得真的是酒吧 那副棺材好像很危險 還有那條蛇 雖然動也不動 但是我捱形著 不是那麼簡單 行 我們一定要拿到活人心 老狗你聽我說 拿到活人心之後 我們三個人一人一睡 周老伯然後又抓住老狗 在他耳邊 暗暗沉沉沉 不知道說了什麼 我看到老狗暗了暗頭 然後他過來跟我說 小燕 八哥說 如果想出去的話 一定要拿到活人心 因為出口 就在青銅棺材那裡 出口在青銅棺材那裡 是真的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這個老伯 是不是為了騙我 特地想了這個故事出來 有沒有這麼巧出口 就在青銅棺材那裡 這個時候周老伯有得走過來 對著我說 小燕 你不肯去的話 我不會勉強你 不過我真的告訴你 出口就在棺材那裡 你不去 我和老狗就自己去 說完之後 周老伯洗了眼色 老狗一聲跳下水 手上還拿著那個草頭 我想了一會 就跟著老狗跳下去 現在真的沒有路走 唯有搏一搏 我們一直游 游到那個大烏龜河旁邊 我忍不住 再望多一眼 咦? 有幾隻字仔刻在上面 好在唐朝的文字 就不像之前 春秋戰國時候 楚國的文字那麼艱深 我還是勉強認得出 上面寫著 官人物動 元武福嶺 什麼意思 難道就是說 不要動這棺材 動的話 那個龜殼就會攻擊我 這個龜殼怎麼看 都是青銅或者鐵整成的 有可能攻擊我 我們游到了那棺青銅棺材旁邊 我看一看那條大網蛇的蛇頭 心裏面還有點害怕 它的蛇頭望落 已經和我差不多大 不怕就有假 這時候老伯游到我身邊 指一枝草頭 又指一枝棺材 再指一枝條蛇 做了個拼手的動作 我知道 老伯呢 是想把棺材上面的那條蛇打下去 我還有點悲忌 但老狗就沒有 他游了過去 用草頭狠狠地鑿幾下 鑿幾下之後呢 又伸手推推蛇頭 我也游過去 游到老狗身邊 準備和我一起把那條大網蛇推下去 但是 我手一碰到大網蛇 就覺得 不是啊 為什麼這條網蛇有體溫呢 蛇是冷血動物來的 在水底 按道理來說 沒可能那麼暖 再說 看他的樣子死了很多年 又怎麼會有體溫呢 我下意識縮縮手 這個時候 老狗指一指的嘴 又指一指上面 我知道他不夠氣了 於是我找到頭 讓他上去 然後我推一推一條蛇 養氣都有點不夠了 我立刻浮上水面 想要吸氣了 吸了兩口之後 我又繼續潛下去 這次更加奇怪 在我游過大龜殼的時候 在那裡居然伸了個頭出來 嚇中我一跳 我還以為這隻龜殼裡面 有什麼機關 但是 周圍點一點 又沒有東西彈出來 這個時候 老狗已經把那條網蛇推了下去 我馬上游到老狗身邊 摸下頭摸下那副青銅棺材 老伯拿的時候 就不停地入手 叫我們上去 還指著口 我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 就再游到他上面 老伯深呼喊氣跟我們說 青銅棺 有八粒鎖雲釘 他很厲害的 千萬不要刺到 刺到的話 神仙都難救 不過你放心 我們會小心的 周老伯又看一看我 我看一看頭 講一聲明白 然後周老伯叫我們下去 只有棺材打開了 我們才能出去 這次我們潛落水 打算一鼓作氣 反轉棺材 直接鑽入裡面出去 這次我發現 老伯說得沒錯 在青銅棺材的棺材下面 的確有些釘 不過只有四粒 而且這四粒釘已經生瘦了 我伸出手 輕輕地撥一撥 就是這樣撥 眼釘已經斷了 看來在水裡浸了那麼久 這些釘已經完全沒有用了 就是這個時候 我下意識地看一看老伯 這個周老伯在旁邊 繞著雙手動都不動 我馬上游到老狗身邊 那些鐵鏟 把釘全部打碎 我心想 周老伯這個時候動都不動 一定是沒有安好心 這棺材裡 都不知道有什麼厲害的東西 到青銅棺材隔一打開 我就看到 有個青銅男人 躺在棺材裡 他穿著衣服 跟之前看到的兩個唐朝的道士差不多 但是 他是留著鬍子 頭髮是白色的 這個時候 在旁邊看戲的周老伯 就很快速游了過來 一游到棺材身邊 他伸了手 一下子把這個青銅男人抱起 然後快速游走了 我馬上意識到 這個不是青銅男人 應該就是那個活人心 老人家都說 人心通靈之後 會變化人形的 我心想 死人周老伯 我處處小心 都中了他計 於是我拍拍老狗的肩膀 立刻打算游上去追周老伯 但是這個時候 有件事 一下 拔了我的腳 究竟是什麼拔著我的腳 那支活人心 是不是就這樣被周老伯拿走了 我們下集再講 揭丹被撞 第455集 水中驚雲 上次說到 我們潛坐水底之後 打開了一副青銅棺材 青銅棺材裡面睡著 是一個青年的男人 而老伯一見到青年男人 立刻衝過來 在棺材裡面抱起這個男人 就這樣游上水 我馬上反應過來 這個應該不是青年男人 而是那支活人心 是他化形成這樣的形狀 我正想追上去的時候 突然間 有東西一下子拿著我的腳 我向下一看 哎呀 拔著我的腳 居然是那棺材旁邊兩個 穿著唐朝三個男人 他們胸口的劍 已經不知幾時拔了出來 兩個人的雙眼睛開 一路勵緊我 我腦海之中 立刻浮現出水鬼兩個字 我起勢地踏自己的腳 但是 還是被那個男人拔得緊緊 老狗在那邊 就被另外一個男人拔著 這時候周老伯的身影影越來越遠 再不追的話 他就走了 於是我舉高坐頭 對準那水鬼的頭 一下就撥下去 殘不知這一下根本沒用 這水鬼拖著我 一路向下沉 再這樣的話 我整個浸死就可以了 於是我立刻咬穿手指 然後在心裏面默念一句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然後 我一手指按向那個水鬼的額頭 一按上去 那個水鬼立刻鬆開手 抹大口 好像大叫一樣 我兩腳一伸 硬中了水鬼的頭 然後 立刻游到水底 將掉出來的那個劍 捉在自己手上 你別說 這把劍也挺有份量 這時候我看一看老狗 這見老狗面色慘白 嘴裡不停套出水泡 看來他真的不夠氣了 我立刻游到他那邊 舉高手 用把劍對著另一隻水鬼的胸口一按 刺下去之後 那隻水鬼好像觸電一樣 周身開始發震 然後我有一腳 繞著水鬼的額頭 然後拍拍老狗的肩頭 指一指上面 然後我們兩個就不停地向上面游 就在我們剛剛游上岸的時候 突然間 那些水呢 開始猛烈地震動 我們轉頭一看 之前那條被我們推下去的大莽蛇 在那裡不停地震 雙眼也擦開 雙眼呢 又綠色的 一看到到無管凍 我心裡有沒有搞錯啊 那條蛇死都直一直的 果然可以翻生的 這樣的事我真的從來沒見過 我剛剛上去透了一口氣 就在我以為大家都安全的時候 突然間 一條長尾對準我們去掃過來 我立刻爬上岸 老狗都想爬上來的 但那條蛇的尾呢 已經拍了過來 然後一前 將老狗的身體纏著 我立刻扯著老狗的手 但老狗就叫了 不要理我了 快點走啊 要走一起走 講完之後 我拿在手上的劍 對準大莽蛇的尾 一下就刺下去 不知他是不是痛的原因 我一刺 他的尾就立刻鬆開了 我快把老狗扯上來 然後跟他說 快點走啊 不能再留在這裡了 但是走去哪裡啊 沒有腦啊 我望望周圍 根本也見不到周老闆在哪 而這裡的確是沒有腦的 我突然想起了 剛才我們不是遇到棺材嗎 當時周老闆蹲下了身 不知拿去了什麼 現在想心一層 一定就是那個霧的問題 我立刻就跟老狗說 回到之前的大棺材那裡 然後 我跟老狗一起跑過去 在我們跑出沒幾步的時候 身後邊 很響 我轉眼看 那天 之前那條大網蛇 已經追了過來 他雙眼就勵住我們 我們馬上沒有鞋玩劇走 幸好 山洞越走越窄 那條蛇要捐到過來 應該還要花點時間 我們跑了一會 就跑回到那副大棺材的旁邊 我馬上跟老狗說 上去 老狗的震騰騰騰爬上去 然後我向棺材那裡一看 是啦 那裡有個門 而原本那具屍體 已經不知道被周老伯扔了什麼地方 我指一指門就說 快點 下去 我們兩個一下子跳下去 說起來有奇 我們一走進那座門 周圍的樣子完全變了 已經回到之前那條橋上邊 橋上邊還有充滿了武器 根本看不清楚對面有什麼 我大叫了兩聲 對面有什麼回應都沒有 我跟老狗說 看來我們要過橋 唯有過了這條橋 我們才可以回去 不是吧 過了橋就可以回去 怎麼也要迫一迫 於是我們兩個 就在橋上不停地走 走了幾步 周圍的武器慢慢消失了 現在橋對面的情況 就被我們看得清清楚楚 對面有些帳篷 我還看到公主在那裡走來走去 身邊的小位好像在說什麼 但我聽得不清楚 於是我肯揮手大叫 但是他們好像完全聽不到我叫一樣 沒有一個人會轉過來看我 我心想看你要走出這座橋才行 走多兩步 我看到有一個人 一隻手不斷抓住橋繩 整個人是吊在外面 另一隻手還抱著人心 不用說 這個就是周老八 真是惡人有惡報 他要我們兩個去抵擋水裡頭的怪物 自己帶著活人心走路 現在好幾乎就跌下去了 老狗這個時候就說 哎呀 八哥啊 去救他 我一刻拔著他就說 哼 你不記得了他怎麼對我們 我們救了他的話 他以後一定會害我們 嘻 八哥帶我們走出來 又怎麼會害我們呢 你不記得了開棺材的時候 他一個人搶走了活人心 然後自己走路 如果我們不是幸運 現在已經變成了那條蛇鞋出來的屎了 聽到我這樣說 老狗明顯覺得有點難以接受 他看著老伯 表情很古怪 我又催老狗快點走 這個時候 周老伯好像見到我們那樣 猛地在那裡叫 老狗 少爺 救我啊 救我啊 哼 你搶人心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我們呢 搞到我們幾乎死在大網蛇那裡 老實說 現在我們不撐你下去 已經是人之二盡了 你們誤會了 開棺的時候 就一定要拿走活人心 如果不是活人心 就會變成死人心 到時候就什麼作用都沒有 如果不是 我怎麼會第一時間抱走他呢 你想一下 如果我有心害你們的話 我在大棺材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關上那扇門了 怎麼會留給你們呢 總之我就不信他的說話了 但老狗好像信 他就說呢 八哥 你說的是不是真的 你真是為了保住人心 才會走得這麼快呢 是啊 我什麼時候騙過你啊 我跟你在一個門派六七年 又一起找了二十幾年 你救了我的那一刻 最多這支人心全部都給你了 哼 我知道你不會騙我的 老狗就走過去 伸手要抓周老伯 我就馬上跟他說不好 誰知道老狗就說了 八哥不會騙我的 這麼多年了 他人品是怎樣 我不知道嗎 你看八哥 抓緊 接著 周老伯就抓著老狗的手 慢慢爬上來 爬上來之後 他一直說 哼 多謝了我老狗 然後 他整個人扎起 對著我好快地衝過來 手上不知幾時多把匕首 對著我的腰一刀刺下來 周老伯的觸動實在太快了 我根本也反應不及 就已經被他刺了一刀 然後周老伯就說了 嘻嘻 凡是見過活人心的 都要死啊 講完 他一拔拔出匕首 一腳繞到我肚子裡 我被他一腳繞到整個女兒在橋上 老狗見到這樣的情況 就整個嘔了 我見到這樣 立即大喝一聲 小心啊 我一講完 周老伯已經一轉身 手上的匕首對準老狗一斤 插正他胸口 老狗登大雙眼 口裡流出鮮血 指著周老伯就說了 八 八哥 為甚麼啊 沒甚麼為甚麼啊 活人心的事 不可以讓其他人知道 我忍了二十年了 不能夠前功盡廢的 講完 他拔出匕首 然後手一推 把老狗整個推到橋 寧願我負天下人 不要天下人負我 我忍不住就大罵了 你這個畜生 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哼 我為甚麼要這樣做 我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破活人心 為了殺了你兩個 那這破活人心才是我的 在曠山那裡忍了二十年 都是為了得到他 有了他 我可以做很多事 我們一齊來那二十幾個弟子 全部都害死了 多個老狗就算甚麼 甚麼 那二十幾個人 原來你害死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他們打算逃走 不過我跟那個白野婆告密 他們進了山路後 沒幾分鐘就死了 至於那三個走出去的人 是我特意讓他們走的 我只是跟他們講了那條路 他們三個的確逃走了 但他們不知道 我告訴他們那條是死路 人走了 但靈魂就留下了 我跟你說 你不要再眼淚淚 我既然告訴你 我就一定會殺了你 那你下去之後 見到老狗的話 都可以告訴他 等他死了都可以做一隻明白鬼 那你為甚麼要放走那三個人 而你又怎知道 這裡是個出口 又為甚麼會等足二十年 你又為甚麼 不馬上去找那破活人心 嘿嘿嘿 我之所以放走那三個人 就想借他們的口 和外面的人講活人心的具體位置 等外面的門派派人進來 知道我為甚麼找到你的山洞 講到尾得機緣巧合 我等二十年 是因為我要等其他門派的人過來 如果不等其他人 我和老狗兩個人根本做不到甚麼 我有三個人以上下水 有兩個人幫我打開棺材 拖著水網和水鬼 我才可以走得到 我原本以為兩三年就會有人過來 但我猜不到 一等 居然等足二十年 所有事都是值得的 現在活人心就是屬於我一個人 即是說 所有事都是你策劃的 為了一波這樣的活人心 你害死那麼多人 難怪當你見到我的時候 你就會幫我了 原來我是你的棋子 但我真的猜不到 周老闆是個這樣的人 當初我只不過以為他 為了活命心腸狠毒一點 但我真的猜不到 原來其他人都是他害死的 這個人真夠心狠手辣 但突然間 我就想到一個問題 在礦場地方有很多人 為甚麼他一定要等我呢 憑他的智慧 應該不用等那麼多年 我立即問了出口 周老闆娘哭了聲說 那裏的人 全部都是沒用的 他們一落到水 估計就會被水鬼拖著淹死了 所有事都是名中注定的 師父要我名中等的那個人 就是你 等了二十年 二十年啊 人生有多少個二十年啊 那些番話聽到我猛盛盛 明中注定? 明中注定? 甚麼叫明中注定? 我之前和周老闆是不認識的 那為甚麼我為了明中注定要等的人呢? 我們下集再說 什麼事? 我想說 我來找個嘉賓 什麼事? 喜歡想說 吃嗎? 老闆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